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有很多问题 先回复一下 请问如何克服静坐中的昏沉跟调局 如果静态的方法 昏沉就是你气太沉 所以这时候你就把你的绝躁力放在上方 然后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动态的是做肾呼吸 你如果发觉自己昏沉了 你就赶快做肾呼吸 因为这时候脑部有点缺氧 就做肾呼吸 调局是刚好相反 你就要把锁炎镜放到下面来 因为这边有点冲雪 那个停不下来 所以你就把注意力移到下面来 当我们念力在这边的时候 它就会很自然的全身的能量 也会往你意念集中的地方去集中 慢慢这边就会松开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神通广大 只是你不晓得而已 比如说我们要就做这个动作 你要晓得要做这个动作多困难 但是你做得很自然 一点都不费劲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你要把这个伸出来 那要多少东西控制 因为我们整个机器都很好很精密 所以做起来要没什么 那你可以想一想 你如果念头不到 气不到 它怎么能到 那半身不水的就是 它念到了 但它气不到 所以它就举不出来 就不能控制 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讲 那个变形器 平住器 上行 下行 命根器 这个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很多 其实佛家在讲气 它不是真的是一个呼吸 是一个能量 一个能量的引导 那这个能量到什么地方 你如果修得好 念力够 那你身体要集中在哪一点 让它发热 它就有办法 你全部念力就集中在那边 你等一下那边就慢慢热起来 所以我们的念力是很不得了 只是我们没有好好把它训练 那当然控制念力的 念力都这么厉害 控制念力的比它更厉害 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本觉 那个远远超乎念力 念力其实就是意识力 但是当我们的子训练到某一个程度 也就是几乎定的时候 这时候念力它就有点像穿透一样 那念力就变得很强 因为把那个散乱都集中了 而我们现在大家都符符翻翻 就是精神都不能集中 好像有在用心 事实上那个都不到位 那修行就慢慢的让你的用心能够到位 甚至强到说心想事成 我们现在妄想很多 比如说你想要心想事成 赶快把你的妄想减少一点 就一天如果三万个妄想 把它改成三千 三百 三十 三格 那若变成三格 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本来能量就这么大 你三万个一除 什么都没有力气 你把它弄成只三格 那就很好办 比如说一天你就要办三件事 那一定可以把它办好 所以我们其实问题是出在太三万 慢慢的 因为什么都学 所以这个也想学好 那个也想学好 你用学那么多的精神来专攻一科 那这一科一定很强 那当然基本上还是要有三知识引导 还有你对你所专攻的有真正的兴趣 你要念之再之 就做它的时候你就很好耀 那当然就越来越厉害 这个问题也就接下来面这个问题 请问一门深入是指 深入 例如说深入净土宗 或者藏传佛教 或者南传佛教 这样子分内吗 还是深入魔法 或者某一个金藏 这一门当然可以是解门 也可以是行门 就我们刚刚讲的 你如果说对某一块特别有兴趣 比如说你对某一事特别有兴趣 或者对宗观或者对般若 或者说一切有 不管是哪一块你特别有兴趣 那你就专攻这一块 这个就叫一门深入 那如果行门呢 当然就是要看哪一个法 一门深入就一法深入 比如念佛 念佛就是一个法 念佛法门 那你怎么样子去达到念佛三昧 达到一心念佛 达到心即佛 佛即心 心是佛 佛是心 这个就一门深入 倒不需要学很多 因为到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心 去认识这个心 启发这个心叫法普利心 完成这个心 叫做从本觉变成究竟觉 同样都是这个心而已 所以一门深入 如果没有回归到心 就没有用心 那深入不了 所以那个深入是深入的心 深入的心 了然于心 包括你做什么学问 做到最后不是在外面 如果在外面 现在电脑最会做学问 每一个都很有学问 点一点电脑就有答案 问题那是他的不是你的 跟你没有说了不相干 只有跟你的受用不大 用一用给人家看 自己看一看 看过就算了 反正下一次要用就有 所以现在电脑 其实如果我们不善用 会慢慢让我们变成白痴 你如果太信赖太依赖电脑 慢慢的你的头脑就越来越不管用 什么都好像有答案就好 事实上那个答案不是你的答案 真正碰到问题 你根本就不会反应 碰到问题你要查一下电脑 那问你问题 好 我查一下电脑 你会查他 也会查他 何必来问你 他问你是要问你的答案 不是电脑的答案 不是统一的答案 所以电脑不会对积说法 这个就是电脑查的地方 那我们人是活的 我们会观察 当然电脑有一天 慢慢的他也会观察你 现在电脑都会算命 你在他面前他一看就晓得你是哪一种命格 哪一种个性 哪一种思想类型 他就马上到那一块里面来跟你呼应 这个电脑对电脑来讲很简单的事 但对我们人来讲很难 我前几天也讲过 电脑都是大致 就是头脑相当好的人研发出来 比我们这些笨蛋强多了 所以我们要跟电脑比 但是电脑再怎么样 它是死的 我们是活的 我们可以很自在 电脑根本 他能做事 他不能自在 他什么都行 那他就做不了主 而我们什么都不行 但是还是可以很愉悦的过日子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活的 他是死的 所以他是被操控的 我们是能够主控的 所以我们能自在 他不能自在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电脑因为无我 所以他可以充分的加进来很多东西 你输什么进去 他就在里面了 那我们因为会排斥 会分别 所以好不容易装进来 等一下就还他 我们看过多少人 经过多少事 你认识几个 你记得几个 那电脑不一样 你输进去 他永远不会把你 把你delete掉 除了你 主动去把它弄掉 所以 这个当然 到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要面临的问题 比以前的人更多 最简单就是 现在电脑抢我们的工作 本来我们能做的 他做的比我们好 比我们更准确 还不会闹脾气 当然慢慢 我们人就被淘汰掉 所以一定要 要有意识到这一层 这个马上就在发生 而且即将发生 包括以后 连老师都不用 老师都要失业 因为很少老师 能够教得比电脑好 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 老师是人对人 他可以教导的是 那很活的一种互动 而不是知识性的 老师如果一直 只停留在知识性的传输 慢慢的真的会被电脑取代 我们再怎么准都没有电脑准 他不正不减 我们一定会正正减减 像昨天我们在 前天介绍这个 就突然当机了 已经很熟的东西 突然就想不起来 这是人脑 他不是那么如理 所以你怎么一门深入 当然其实经论法都一样 而不是说乃宗 当然乃宗那是已经比较粗的了 但禅宗就有很多修法 墨造啊 参画头啊 这个都不一样 然后参画头里面还有不同的派门 所以就变得很细 那我们学真的东西 你若真想一门深入 有一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能够去找到一个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它是通透的 你才能随意而终 在密教里面叫根本上师 就是你跟着他一直下去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种人很不容易找 那我们就阶段性的 你不管是学什么 然后跟这个学一段 如果觉得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那就再跟另外的人学一段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样子 世尊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跟你学到你不能再教我 那当然我离开 现在我们麻烦就是麻烦在 好像自己很伟大 学什么东西都不虚心 学什么东西 好像我问你这个老师 你答不出来 你就不是我的老师 甚至他明明你根本就不懂 你还是不愿意学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一直一门深入 那一门就是我指我见这一门 你很深入 所以一门深入就不断地突破自我 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地再提升 那也就是你要一门深入前面的基本 就是要有一个 你对这个法真的恭敬 真的耗耀 对这部经典真的恭敬 真的耗耀 而不是应付的还是什么 那因为你如果态度不好 那学再多 就是在那个表面打转而已 一门深入就越来越深 但是如果以密教来讲 那就是有所谓四级灌顶 从先做四夹行 然后就平灌 密灌 智慧灌 名词灌 就这样不同的灌顶 就有不同的深度 所以当然密宗是后来发展 所以它整个是比较完整的体系 所以我们看现在欧美 欧美他们是蛮讲究实际的 很现实 所以你没料的话 在那边传不开 你还是要有料 所以现在在欧美 其实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密教 因为它在理上 在世上 在实际的操作上 都很精致的SOP 它很有层次的 那我们当然也不错 简单来讲 念佛就一句佛奥道理 那为什么要念 你可能就说不出来 那禅禅也是一样 各凭本事 所以它没有一个很严谨的教学 理路上也没有很严谨的架构 所以变得在欧美 就没有多大影响力 譬如说禅宗 那是寗木大佐吧 是不是 它 你看它写多少书 就为了要介绍禅宗 它就必须把它理论化 你只要现在 现在的我们的教育 一样 你若没有充分的理论化 其实很难说服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知见 若你所传的比他的知见还低 那当然就传不进去 但是现在有一个更奇特的 就是没什么知见搞神秘 那个不可说 那这个就是现在正在流行的 很新兴的宗教 都记住这样子的特色 那若我们懂得这个传的人 你对他很了解 你就晓得他根本全部都是一个骗局 但是他很会骗 所以很多人被骗 就是说他懂得人性的弱点 威逼利诱 他懂得你的心理 然后你很容易就陷进去了 然后因为我们都想求那些 现在求不到了 那很想看到现在看不到的 那就给一些幻境 那你就相信了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危险 但是现在很兴盛 现在我们虽然都很理性 知识程度也都很高 但是就缺乏这一块 就这一块没有学到 所以这一块我们最容易受骗 你学问再高什么都很容易被骗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检验的东西 那当然他既不可以检验 其实我们就不要相信 为什么他不能复制 他不能说我要有就有 这一座做得不错 突然看到福菩萨 他能再来吗 所以他真的来吗 其实就是讲不好 听就是我们从意识里面 把他逼急了 那突然一个反射而已 一个投射而已 不是真正的存在 千万不要被骗 整个波折部都在教我们不要招枪 若以色相见佛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那佛都亲口这么说了 你还在那边招相干嘛 然后听到天乐又怎么样 请他再演奏一次给你听看看 就没有了 所以那些都无常 只要是无常就不究竟 所以不要被自己骗 我们都被自己骗 不是被别人骗 他能骗你 也是晓得他这样能够 你会被骗 就是你会被骗 我才骗你 你若不会被骗 那电话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电话拿起来 喂 然后不讲话 喂 请问你是谁 你竟然忘了我是谁 你就可以放下去了 还是 再来就是跟你讲一大堆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我现在有什么贷款 你就可以放下去了 你不被骗 他骗不了你 所以 很多都善用你的这种 他跟你装亲密 你记不得他 好像自己很丢脸 我怎么会记不得他 其实记不得他 就把他放掉了 跟你没有关系啊 有些声音有点像 你就猜了 郑重下来 我会参加南传的禅修 汉传禅修 还有藏传的法会 还有种种的佛教活动 这一次因为因缘 来到贵室 请问我这样跑来跑去 没有固定一个地方修行好吗 还是没有关系 你现在想跑就跑吧 跑到不能再跑 或者是你跑 你觉得这个法门 我可以好好修 那你就自动会停下来 因为说实在的 老实地讲一下 因为现在算是末法 所以真正有法的地方 倒也不见得很多 这是我学佛五十年的一种感觉 那我是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就是因为学得早 所以亲近了不少真正的大师 我讲真正的大师都是后来证明 他真的是有成就的 所以 当然我也学很多 南传 藏传 汉传 净土 禅宗 密教我都学 但是一点都不冲突 而且学什么 一定是诚恳的深入的学 我都是师父眼中的好学生 真的 只要教过我的师父都很喜欢我 因为我很努力 我不会跑来跑去 但到这儿还是不得不跑来跑去 为什么就是学到某一个程度 他钻的就是这一块 那我们说法门无量试验学啊 你这边学得差不多 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懂 但是你多学一些东西 你会比较全面的了解 不然的话很容易迷失掉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亲近两位 三位 不是两位 三位 是道安老法师 参功 还有日会法师 日会法师是因为学校旁边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佛学社 常常就带着社团的同学 就去听他上课 道安法师也是一样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我们都叫他恒妈 后来也出家叫全度法师 他就把我们带到松山寺 因为他跟道安老法师很熟很熟 所以很直接就接触了 其实有时候你要亲近大德 不一定有机缘 那一去第一次见面以后 那我们每一次去就可以直接 跑到他的疗法 因为那时候也不懂事 不晓得这样不可以 就直接到他的会客室里面去 那会客室旁边就是他的疗法 他就很自然的就出来就接 那我说他的三知识 他是真的三知识 二十几岁就在广西大学当教授 那我们这一次去基祖山 就去基祖山 那才知道 基祖山里面就有一个相片 就虚音老而上 跟道安老法师一起拍照 那我因缘还不错 能够亲近这么一个大德 那时候当然就很敬佩他 那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他在接引我们的时候 是怎么接引 每一次去他就问你几个问题 给你发表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最盛行的叫安乐死 那时候刚好在讨论 他说俊雄啊 你对安乐死的看法怎么样 那当然去的也会有几个个别讲一讲 那他就评论一下 是这么一个大德 他不是单向的教育 常常会听你 那日卫法师我们就晓得 他是观音难弱 就是苗栗 也是我们称他 也是陈水扁的国师 陈水扁听说有什么问题 会问他 为什么 他是一个很 现在一般人来讲 有点狂的人 有点不屑的人 他什么都不理的人 因为他修禅 禅秘双秀 他的表哥就是藏城基 所以他的秘法也有很深的探讨研究 所以就这样子 亲信他们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次他把他的宗论 他的笔迹 他知道我对那个有信息 他就拿给我 君兄你拿回去吧 然后有一天他忘了 他要找 就找得满头大汗 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后来才有人提醒他 你是不是借给谁的 那刚好我那个礼拜 那时候我常常到圆光寺 刚好去 就把他带回去 他说我急死了 我都不晓得 那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那天就 拿着就去了 可能护法帮他找 可能护法帮他找 就提醒 我就看完就把他拿回去 他要写 他常常都写文章在香港那边发表 他要写文章找不到资料 所以这个就是学佛的一个点点滴滴 那就以藏传来讲 因为同时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学藏传佛教 也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去上课 所以就密法的一些理念 还算有一点点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结缘式的 西藏的喇嘛来 然后传个法 他回去 你修不修是你的事 你懂不懂也是你的事 那现在当然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就是这些懂了藏文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过来翻了以后都可以整理成中文的书籍 所以现在应该属于这一块的资料也越来越多 那么回来以后就也参加南传的禅修 在这些禅修里面其实也得到很多东西 觉得他们是真的根本佛教 因为你如果参加南传的禅修 尤其几期下来 你会很容易掌握到你怎么样子用你的心 你怎么样能够心意尽兴 南传的最拿手的就是修订 他们修订很厉害 以前有一个大师 斯利兰卡的大师 那时候他来中华佛言所教梵文 他跟我们古言寺有很深的关系 常就跟着信空法师 常会来古言寺 有一次晚上参加我们的礼拜六的共修 他没有进去他就在外面 因为我们开始他就在外面门口坐着 等我们都修完了 走出来他还是继续坐在那边 一动也不动 入定 所以他们对入定这一块他们很鲜熟 而我们汉传的你说哪一个会入定 当然近代来讲 我们晓得广青老子上可以入定 那其他有没有再听说过 好像比较少 那实际的讲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定的功夫 那会是什么会 是一般的智慧而已 就讲讲可以 实际不行 所以 这个当然 不管什么传 你只要觉得你好像有兴趣学 现在趁着年轻 我不晓得 问这个问题的是年轻人 甚至如果年纪也大 趁着你现在还有体力跑 跑没有关系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抓到一个真正能够使得上力 你能够天天不断地修 随时可以修 其实我们所传的东西就是有这种特色 不管你时间长时间短 随时都可以修 因为整个修行真的 就是随时照顾着你的身 心 呼吸 你如果随时可以照顾好这三个东西 照顾好呼吸 就是你命还在 呼吸照顾好以后 同时你也可以照顾到思想 照顾到身体 所以 这傅式的呼吸你只要有空 静下来你就可以这样呼吸 呼吸进来 白色的光 啊 全身变成红色的 呼 把里面脏的东西变成蓝色的呼出来 这里面又加了一些观想 我们不是吸满 然后闭气 然后呼 这个是指他的动作 但是如果再加上我们的意念 其实你可以吸进来白色 那停的时候啊 变满的时候是能量变满全身红色 然后把那些不好的带出来 呼出去蓝色的气 就白红蓝 这样你修起来就更具体 但是如果想不来 那你就吸 然后变满 然后呼 OK啊 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这些都是方法 但是你随时可以操作 操作以后你就会发觉 你比如说像这几天 我也没有像你们那样吃啊 体力有没有比你们差 没有吧 精神有没有比你们差 没有吧 凭着是什么 凭着就是会修行啊 公开拍摄 会不会累 当然也会累啊 会没力气啊 就懂得方法 赶快调整一下 就没事啊 所以你只要依法奉持 那法一定会跟你回馈 跟你印证 你这样就OK 比如像我们的大礼拜 或者看起来不太雅观 或者看起来有点照做 但是你拜看看 你拜看看 除非你不能拜 不能拜就是说你已经没有条件拜 但是真的有人没有条件拜吗 以前有一个师兄 他脚是一只 脚的脚 他一样下去 一下就上来 你只要有心 没有东西不能突破 但是你若没有心 然后只是讲一些风凉话 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何必这个样 这样有什么用 那当然尊重 尊重你的观念 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很要不得 你不学也就够了 你还要批评 那不好 这个就是基本态度 基本学习的观念的问题 所以 这个当然也要小心 要小心 你不懂的东西最好不要批评 不然就是办法 或许你有你认为对的法 但是你不知道的法还很多 佛说的法 他说我已经说的法 就好像早 因早上的灰尘 没有说的法 就好像大地 但是以佛这个无上证能正确 他也只能说对基硬实的法 很多 还有很多很深 很广阔的法 他没有对基中 所以他根本就没得做 不是他不懂 他没得做 说了也没有人听懂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 就是很谦卑 你不管懂得再多 当然没有佛多 你懂得再多 你不懂得更多 所以对不懂的东西 尽量保持客观 至少不要用自我意识 用便迹所执 随便说法 很伤 很伤你的慧命 好 然后这边还有问题 请问 打坐的时候肩会酸 太棒了 好 是不是没有做好的关系呢 还是有别的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说实在 现在的人 都是莫名的紧张 所以这不关系 都是白条条 因为你现在开始松了 它在释放这边紧张的能量 所以会转换成酸 甚至有时候 颈部连动都不能动 但是它已经在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那个不是你没有做好 是你做好的反应 你如果做半天 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可能有两种情形 你的条件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 你完全没有在做 都没有用心在做 你都真的按照药理 那身体一定会起变化 反正一切变化 你只要用对的方法 那一切的变化都是对的 你如果用错方法 那就不一定了 就是我们的 做也做得很端正 然后心也没有乱打妄想 而且随时保持觉知 那身体有什么反应 都是好现象 那起了什么念头 看到了佛 看到了鬼 一样都是好现象 都一样好现象 因为这时候 你没有主动在照做什么 那种子起现行 你禁止不了 这时候他抛出哪一个念头 不是你能控制 那你就只是看着 以前就会反应 现在我能够不反应 那不管他是佛 他是魔 当你不反应 当你不反应的时候 就是最高明的反应 如如不动 这样你那个定力 会力才会慢慢的出现 其实定就是不被转 会就是看穿看透 不管佛 不管魔 你都看透了 原来是幻象 这智慧正高 那因为你不动 有定力 你不被他影响 所以既有定又有会 所以身跟心一样 所有的反应 你都不要把它当好 当坏 它就只是一种变化 过程里面的一种现象而已 第二个问题 每次大礼拜 都要想一次 前方是佛 然后右方 什么这些 不需要 开始拜之前 观想一下就可以 接着下去 你就完全投入 在你的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观想里面 那些周遭的眷属 就不需要了 连前面的佛 因为你就已经在 他在那边 你用很前进的心 看 那一眼看 就很舒服 那就办 其他就不需要观想了 这个问题 家人有幸妙禅 非常相信 相信他是一位善知识 是一位已经成佛者 他可以帮他的信众转业障 他是一位可以相信的居士吗 我要怎么说 好 觉得家人深信道 手机都要放他们的歌 给别人听 要人相信他的老师 是可以跟的 家人打坐 跟佛相应了 就认为可以深信不爱的 但一位居士 说他自己是佛了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但无法开导家人 讲都会有冲突 同样学佛的人 为什么有冲突 我感受不到 那位是善知识 那这个尊重你 那你也尊重他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不要冲突 不要冲突 因为他认为他是佛 你认为他不是佛 两个一定冲突 我相信 你认为他不是佛 是比较有智慧 他相信他是佛 是比较没有智慧 相信他可以成佛 有智慧 相信他现在是佛 没有智慧 这个很明显的吧 再过一段时间 答案就有揭晓 再过一段时间 答案就有揭晓 大概撑不了多久 所以这个假象 假象会产生 但是撑不了多久 就像一个浪 起来 到最高 然后等一下就下去 所以凡是假的东西 著象的东西 不会撑太久 但是根本你不著象的话 它虽然是波 你知道它是水 那就永远是对的 所以 就好像说 水跟冰 冰的样子 当然跟水不一样 又硬又凉 那水呢 一般平均温度大概十几度 正常 但是呢 它是因为 水也在那个条件下 长成冰的样子 事实上 它的本质还是水 那它那个条件 撑不了多久 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 它就陷 本来面目给你看 我就是水 冰也是 也是我 水也是我 所以两个不同的相 不相妨碍 但是当我们着象的时候 就会以为病不是水 水不是病 那一样的 摩也是像 佛也是像 如果停留在像上面 甚至佛有时候 摩有时候像 比佛还庄严 但是如果回到内涵来看的话 佛也是那时候身心状况的呈现 摩也是那时候身心状况的呈现 同样一个空性 同样是如幻如画 所以也不要执着 也不要打压 他们喜欢跑就让它跑 他们喜欢拜就让它拜 那你现在劝他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在他心黏在这边的时候 谁讲都没有用 不要冲突 OK吧 不要找自己麻烦 有时候我们会好像 我们比较懂事 想要去引导不懂事的人 那有这种想法 对方一定不接受 甚至觉得我懂得比你多 你还想教我 我跟一个佛 我快成佛了 你这个凡夫还想教我 那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最快就是说 你现在是某某 其实外道很喜欢 像一般的公庙 我接触过 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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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跟一个老师 他是袁世凯的孙女 他写一些词 我帮他扑去 他说 听着我帮他扑了去 就一直哭 然后有一次他到高雄来 就带我去一个 他的算也是学生吧 他在新宁中学当老师 他去 他弄一个工 他就出来 恭迎大家 恭迎大菩萨 什么大菩萨 大菩萨在什么地方 他说你就是大菩萨 是啊 我是相信菩萨 我不是菩萨 所以很多 他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通 不能说完全不通 但是你不要被他们偏 他说你是文殊菩萨 你就真的自以为是文殊菩萨了 或许他们到家很喜欢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们都叫他老道长 他也是很喜欢讲这个 在他的口中 他修得比较好 所以他眼中看起来好像 每一个都是佛菩萨 这是他境界高 但你如果他说你是佛菩萨 结果你就自以为是 那就很麻烦 从死以后 就不食人间烟火 那就可以 如果还是要天天 还是要吃三餐 还是要什么 那你是人 如果说你是佛菩萨 也是佛菩萨的人 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人 那你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是佛菩萨 你应该把佛菩萨的功德展现出来 这样就好 相信我是人 然后在人里面表现佛菩萨的行为 佛法在人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这是我们六祖的法 这样就不会迷失掉 不然我们学佛干嘛 我们为什么要修本尊 也就是慢慢的行驻坐卧 都有本尊的慢 就我现在是本尊 我行驻坐卧 不过不可以漏开 我说话不可以漏开 不可以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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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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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不断的自我要求 久而久之你就很自然的 就是那个样子 刚开始需要要求 需要熏悉 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了 无时无刻不流露出那个清安的一种身心状态 如果这样子即使没有成佛 即使不是菩萨 阿拉拉 昨天我们吃过了 也很吉祥啊 就这样都没事不是很好 随时发起充满 随时都提醒自己不能离开佛念 不能离开本尊祥 这样随时都很棒 所以心中有佛 佛在我心 有什么不好 不仅仅在我心 就在我的四肢里面 我行之作物都要像佛的样子 那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当然有一种说法 就把自己当成果地的人在做 我虽然现在是在因地修 但随时提醒 我要表现成像佛菩萨的样子 你如果真的表现出来很像 那就好像有那个果 而佛菩萨的金王 常常演戏 演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最会演戏 演什么像什么 但是你还是你有你的本来面目 那演戏是什么 随着缘起 表现 该表现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真的都是 可以很自在 可以扮演各种适当的角色 好 还有我们持咒的时候一定要念出声音吗 如果常所不适合发声 可以念吗 当然可以 你默念了 其实持咒有好几种念法 大家各有不同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念出来 在我对咒音都还不是很熟练 尤其舌头 咒语就是靠舌头在念 靠音声来表达 那你若没有念出声音 那个咒语就失去功德力 但是当你在念的时候 一方面是在训练自己 把它念对 念准 二方面 出来的声音 你周遭法界 它可以受用 你念出来那个声音 那个音波 不是只有你受用 周遭的友情 甚至山河大地 都可以受用 也就是这个波一出去 它是有它一定的能量 所以为什么要出声念 但是当你念到很熟悉 意念跟声音 它已经可以完全配合 意念里面就有声音 声音就在意念里面 这时候你可以金刚词 就是念 只是嘴巴动 没有声音出来 舌头还是在动 里面还是在动 那声音不发出来 那其实是更高的境界 那到最后呢 更高的境界 其实就是念在心里面 随时 心就是在放的 皱光的 那更高的境界 所以如果怕去吵到别人 那不念出声音 OK 你就念小声一点 但是事实上 念出声音 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念出声音 是不是会吵到它 不见得 我们的词汇法师 就是前一阵子 跟他们校长团 出去旅行 他就一样持他的咒 结果那个校 跟那同事的校长 就很感恩 他听到这种声音 觉得身心很安定 有被架持的感觉 身心感觉很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 已经修行修到很熟练 其实不要怕吵别人 不要怕吵 你就很自然的去修你的法 但是如果别人跟我反应 你太吵 这时候你当然要尊重 不要说我在修法 有吵到你 还是什么 就不要有那种想法 尊重 所以智慧跟慈悲 是做对的事 慈悲是帮别人着想 如果能这样 OK 就悲知双眠 好 Om Om Om